哎呀 这回送东西的没来啊 还惦记着 以后你们别一气给了 分两回 谢谢吧 刚才这烧饼跟曹河阳 对 也是我俩徒弟 是 大小这么大就跟着我 学徒 一晃都这样了 大小子 是啊 我认识千哥那会儿 千哥也是十六七岁的小小子 那时候年轻了 现在这土埋都没梦了 对 倒没梦了 太过了您这个 土埋半截差不多 土埋半截的 人是反着埋的 还不如过眉毛呢 人特别的好 您捧我 单纯善良 心眼好 应该的 太难得了 是吧 真的 我说 我举个例子 你就知道千哥跟我的关系 您说一说 比如说 有那么一间房子 怎么个房子 像北展一样大的房子 跟这剧场这么大的房子 比如啊 坐着三千个说相声的 里边全是相声演员 对 再打个比方 比如说 我在这里边 人缘不是很好 那不用比如 大年初一 于老师绑好了 哎呀 啥呀 整个弄 行了行了 销子 不是又说一遍是怎么着 爱说那个 不行了 您还说这个吧 三千人都在这 由于我自身的问题 处理人际关系 处理的不好 是 导致我的人缘不好 你还做检讨呢 不愿人家这三千人 毛病都在我身上 哎呦 哎呀 想起来就好难过啊 我不应该 这是前提啊 是是 由于这个原因 导致我人缘不好 哦 怎么表现呢 列位 谁有充电宝 借我用用啊 哦 这是要跟人借东西 就没有一个人 借给我充电宝 这人缘太刺了 你又不是说像呢 人缘不好 都怨我自己 我借个充电宝 人家都不借我 你看 不光不借我 怎么样呢 人家这些同行 嗯 拿出一个杯子 啊 倒了一袋披霜 干嘛呀 这就服毒了 死一千五 一半人就都服毒死了 又来一个 拿着把刀来就行 哎呦 切充电宝 嗯 好了 切副 哎 又死一千 还剩五百 哎 剩下这些个 逃出枪来 哎呦 爆头 尸横遍野 全死了 都是由于我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那就不在乎这事了 嗯 不该借充电宝 这跟谁客气呢 啊 就这个时候 怎么样 一个声音在死尸下传来 说什么呢 我借你充电宝 这是 于谦老师 我还让人压底下了 他们倒下的时候 你也没留神 哦 哎 于老师站起来 要借我充电宝 我们哥俩好啊 感动啊 是吧 于老师先把输液的针拔了 哦 我这还输这 我这扎的针灸呢 还输这液呢 我这 把心脏起泊器摘了 我也有事干 吓得未静 哎呦 啊 长静 呵好家 我上下都连着呢 合着 回家 给我拿充电宝 哦 还没在身上带着 哎呀 开门出去 外边打雷下雨 还闹天 咔嚓一个雷 嗯 劈在脸上 啊 脸都黑了 劈焦了 又往前跑踩狗屎上 啪 哎呀 人吊到沟里边 沟里边一万个铁钉子 尖冲 你先等一会儿 你先等一会儿 要不那批霜 您给我来一班儿得了 我先别受这罪了 我就 人家都团够了 我哪 这还批发呢 人家为了死来 这拿给你 哦 于老师上来扎的身上 跟花洒似的 好家伙 撕着血 往家跑去拿充电宝 我就取去 到前面十字路口 来辆车 啊 这来个小汽车 哦 拉着三千四百万吨的煤 您这是小汽车 您这是小火车 这是 撞到于老师脸上 啪 哎呀 于老师撞了 站起来 挣扎着往家跑 去拿充电宝 还真执着 到家门窗紧闭 敲门 蹬蹬蹬 拿充电宝给我 还想着这事呢 屋里边一个男人的声音 等会儿 我这家里事 比外部事还大呢 感情 一会儿一个男人的手 拿着充电宝 打门缝里边给你 滚 于老 打扰你们了 我还跟着客气呢 我这 这才回来 给我送充电宝 接着这充电宝 我能不感动吗 你是得感动 眼泪哗哗的 是吧 接过充电宝 捋过这线来 插在我的充电宝上 对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哦 不是手机没电了 手机有电 充电宝还剩98% 好嘛 就为他们点电 我死好几回 事是假的 说的是咱哥俩这份交情 交情是不错 我们跟亲兄弟是一样的 真差不多 过去说这叫通家之好 我通家之好 他父母就跟我爸我妈是一样的 真是这样 他父母没有儿子 对 就这些年来 你先等一会儿 你等不过 真的 怎么就秃鲁过去了 怎么回事 我父母没有儿子 那我哪来的 你是打当铺书来的 没听说过 开始没有 后来这不有了吗 您说清楚了 当年他们家为要孩子 那接风四林都跟着着急 他们着什么急啊 你看看 老鱼就老连口子这么好的人 没儿子 他母亲 不该说 怎么了 老太太为了要孩子 只要是死人的地方 他妈就去 为了要孩子上死人的地方干嘛去 过去老年间有这个妈妈力 怎么讲 你看那个孝子出殡的时候 陪妈带孝拿个碗 一说启鲁 这碗得扔着地上 把它摔碎了 这叫摔盆 对 这盆地上有这么一块砖 摔在砖上 盆粉粉碎 大吉大利 摔完之后 启鲁抬着走 是 这块砖 要是谁抢走了 生的孩子 是好样的 哦 这是求子用的 这是民间的一个麻木粒 那会儿他母亲 就是盯着这个砖 要抢这个 为了求子啊 早晨八点半这家出殡 凌晨三点 他母亲就来了 他要把这人弄死 是怎么着 去这么早干嘛 就是抢的呀 三点半鬼子下正冷呢 他母亲站在灵棚外边 这鬼来了这是 干嘛吓唬人去了 是怎么着 等着呀 等着八点半 孝子来了 这儿举着喷 摔 砖呢 这就抢走了 还没摔呢 就抢 他妈抱了砖 跑老远的 好 太快了 一帮人追他妈 抢这块砖 哎呀 反正一有出殡 只有他妈 就抢这个 哎呀 在那儿等着啊 摩拳擦掌 啊 接缝那个老太太们 也说闲话 怎么说啊 行了 你让别人也抢一回吧 好家伙 这些连你们家 拿这个砖盖了 三间北房了 我的妈 哎呀 好 指着他那是怎么着 所以说就是 求子心切 他爸爸人可特别好 这老两口都不错呀 我是 我特别喜欢他爸爸 是吗 特别善良老头 对 他父亲信佛 是 胸口这儿 老带着这么一个 一袋铁观音 对 没听说我信佛 带袋茶叶的这个 干嘛要泡啊 是怎么着 不是他爸爸他觉得那就是 那就是带着个观音了 老带这么一袋 特别可爱 那会儿他爸爸也喜欢我 人俩都好 特别爱我啊 走 吃饭去 请你吃饭 就喜欢郭德纲 咱们到全聚德烤鸡店吃个鹅去 这什么乱七八糟 我爸爸也没见过好东西 全聚德吃鸭子 我问过这事 我说这老头不至于糊涂成这样 对 怎么了 因为他父亲是老北京嘛 对啊 沾老北京老字号 你问 必须问他父亲 都知道 你包括我到北京来洗澡 都是他爸爸教会了我 洗澡 还有什么技术 我们小时候天儿热 河边洗一下 对不对 就那会儿家里也没有什么 什么那个花洒 没有 都做盆 对是 胡做热水 在屋里洗 小时候都那样 就冲一下 到后来到北京 他爸爸告诉我 少爷 洗澡 得上大地儿 怎么 还有大地儿 天津北京都有 花青池 玉青池 知道吗 青花池 是是是 得到这个地方 洗澡是个文化 这说的倒是不错 到北京 我带你上青花池 那是老店 老头带着我 看这块匾了吗 怎么着 青花池百年老店 是是是 这儿洗澡 连洗带搓 这是一套 没错 老头洗着咔嚓 把衣服就脱了 哎 哎呀我挺害臊 这是害什么臊 因为在虎方桥那儿 门口就脱了 老头站着门口 就把衣服脱了 他指着那扁 你看 你看 有四百米吧 是吧 好家伙 离着四百米就脱了 我领着他过马路 过马路 带着光辟老头 进澡堂 好家伙 这正是我砍头那地方 对对对 风水宝地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 所以说詹老字号 他没有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全聚德 是卖烤鸭的吗 他肯定知道 就是不能提 这忌讳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 他在全聚德受过伤害 受过什么伤害 他父亲十一岁 进全聚德当学徒 在全聚德小徒啊 你别看哪的人来北京 都知道吃烤鸭 是 吃烤鸭你未必真会 这也有讲究吗 一只烤鸭要片 108片丁香叶 这么大 108片 这一只鸭子 然后吃的时候呢 拿着薄饼卷 这个饼有讲究 鸽子手里一钻 得是一团 是 一松手 还得恢复成原来那样子 这有弹性 卷五片鸭子 就这一个小饼啊 卷五片鸭子 这是规矩 再配上酱跟葱 卷好了 这弄好 这叫一卷 是吃饭的行家 您吃了几卷 我吃了五卷 这是俩行家 俩美食家 对了 您吃了多少 三只 好 这是饭桶 这是一个混蛋 一个饭桶 还俩人 对 这么卷 上鸭子之前呢 鸭子的脑袋 跟鸭子屁股 切下来 拿小碟装着 这干嘛 这一桌子 谁的身份最高贵 放在人家面前 干嘛呢 就说您这一辈子 有头有尾 这是第一种吃法 第二种吃法 有一种空心的烧饼 拿着空心烧饼 加了鸭子 但是这个 不能蘸甜面酱 这蘸什么呢 好的酱油 跟这个蒜泥 搅得一块 拌好的 蘸这个 卷了一块 加烧饼 第三种 调黄芥末 拿生菜 卷着吃 真讲 这么三种吃法 他爸爸 那会儿就跟我讲 他爸爸11岁 就到全聚德 就做饭 先学包葱 对 先打小工 没有说一进门 就让你烤鸭子 门也没有 对 先学包葱 葱用山东 张秋的葱 那儿的葱好啊 那个葱最高能长到两米 或那个叫大梧桐 底下白的这个呢 叫葱板 上面呢 是葱叶 也叫葱绿 白跟绿 当劲过渡的地方 叫葱库 这一葱都那么讲 最讲的就是用葱库 怎么包 怎么弄 怎么切 他爸爸11岁学徒 先学包葱 小工 那会儿是全聚德 一级葱师 葱师 包葱的师父 他父亲 全聚德 一级葱师 那是德国 法兰克福骑士奖 包葱啊 那就是法国人 骑士我爸爸 可能 包葱 智瑞德 要讲 很厉害 享受六比拘 特别津贴 跟六比拘 有什么关系 有葱就有酱啊 用酱多 11岁 进全聚德 到21岁的时候 名满天下 十年葱 那是 很厉害 那会儿天津 狗不里来了 上这挖墙角 要挖你父亲 就挖他 这好听说 这好厉害啊 把这人弄咱们这来吧 来了正经 两大买卖家谈判 就问我爸爸 狗不里来 进门就问 开门见山 听说你们这 有一松狮是吧 有一松狮 我说这什么叫松狮 敢松狮 卷毛的那个 没听说过 像烫头一样的那个 你弄清楚再来 行不行 葱师 我们现在很需要 这只 这个葱师 葱师 我们需要它 需要这人才 你看看 因为狗不里卖包子 包子那馅离不开 葱末 葱末有什么讲的 你看 你要会放葱 你就好吃 不会放葱 你这包子就不好吃 为什么咱们家 包那包子 跟外边包子 铺的味不一样呢 毛病都在葱上 怎么讲 列位记住了 这个葱剁碎了 不要跟肉馅搅在一块 这一盆肉馅和好了 最后这个葱 要撒在腹头 干嘛 你包的时候 随着包 随着往里边 剥了这个葱 这样包出来 你跟外边 卖的味是一样的 你搅在一块之后 这个葱它会臭 就辣了 所以你家里 包的包子不好吃 这是根本原因 也就是说包子 离不开葱 就非要这个人 陈聚德不放了 那人才的流 法国人在来的 骑是谁啊 别提这 法国人咱怎么老来啊 就是这怎么办 最后你要走也行 干嘛 你要走也行 不结账 就是难为他 你全聚德有规矩嘛 噢 学徒从进门 到六十岁退休 才能结账 一辈子一结呀 这账 对呀 你爸爸说 不结账我也得走 就犯愣吗 我宁可 我不当葱师了 不结账我也走 那就别当了 好了有句古诗嘛 形容他父亲 叫什么呀 葱师未结 身先丧 这害 我听着耳熟这 是吧 到狗不理 到狗不理人家告诉 您 先包蒜 没有这么糟惊人才的 你知道吗 那包十年葱 好像也给请过来 给包蒜了 人家有几个 现成的葱师正干着呢 蒜方面需要技术人才 这有什么技术啊 你父亲包蒜包的好 刀蒜最忌讳就是 指甲 把这蒜皮K破了 K破了 这白蒜这上面 一有着印就算完了 蒜这个东西 葱姜蒜 你看是左右 其实研究透了 学问大了 包括棉线 你都买这个蒜 回家腌腊巴算 为什么你 哎呀我这个蒜怎么不绿呢 怎么他们家腌腊巴 蒜那么绿 为什么呀 凡是不绿的 都是出来之前 拿激光打过一遍 他怕那个蒜长芽 你算是死的 死蒜腌不绿 知道吗 所以在买之前 提前问问 激光打过 你打过 这就是规矩吗 这么高 所以说包括这包蒜 好多孩子包蒜 包的愣一大手K吃 人家爸爸没有 他爸包的蒜 都是完完整的 小白胖子一样 当然有的时候 一包又坏了 失误 这汁就给划坏了 怎么办呢 有的人包完就扔了 人家爸没有 他呢 你看 吃了 包错了就给吃了 吃了 22岁倒在狗部里 35岁你父亲提出来了 我要退休 怎么呢 我这个胃口啊 实在是 想不住 那是 吃了13年蒜 想不住 狗部里说那走吧 人倒放 你走之前 你再交7000块钱算钱 对 好嘛 不单不给钱 还交钱 知道是他爸爸 就再从狗部里再出来 好 全局都要狗部里 两大老自豪 培养了他父亲 一个食神 竟吃蒜了 还什么食神呢 这假不住看呢 一看就看会了 所以这一出来之后 他到那个某单位去食堂炒菜 给人炒大锅菜 我跟你说啊 就没有不爱吃的 好吃 单位食堂 他爸爸那比外边饭庄子还好吃 当然 当然就 这人有能耐 就容易遭人忌恨 怎么了 他遭人忌妒 你别看是个单位的食堂 他父亲也被人陷害 上谁陷害 后来把他爸爸抓起来 弄了几年 还判刑了呢 就是人呢 有时候怎么什么事啊 他也怨你爸爸 什么怎么了 占点小便宜 哦 这我知道 那叫厨子不偷 无骨不收 有这老话 咱现在顺走点东西 那个年头就容易这样 他爸爸你说 就拿点味精 拿味精判刑啊 你这 颜面 这叫什么事啊 白糖 这不至于 胡椒 饭不上吗 香菜 太抠了这 食用油 纯找茬 米面 粮食蔬菜 肉 龙屉 蒸锅 烤香 灶 锅炉 桌椅板凳 电灯电话 电扇 地砖房顶子 墙 门窗 女服务员 好家伙 全要啊他 一为平地 没门了给人家 单位领导拿着饭盒打饭 站在空地上哭了 是啊 我记得咱们单位原来有食堂啊 全让他改了家去了 给他爸爸判了十年 不多 应该枪毙了 好家伙 没本事 应该送着菜这口展七天 行了 你这还传代呢 这 他爸爸判了十年 行了 放出来 于谦六岁 对啊 我那 不对 不对 你 那个年头 他就是 那会有挂力 挂什么力 不是 挂算错了 我们六岁 是是 那闹不清楚了 那老婆就愿意笑死呢 什么笑死啊 完成到后来 这老头现在上岁了 就出来了就完了 现在行了 享福了他爸爸 怎么享福了 哼 你想啊 现在七不十岁了 老头 晚年和 而且儿子大笑死 给老头顾的厨子 想吃什么做什么 给他做饭 自己再也不用做饭了 是是 一到吃饭的时候 厨子一吹那哨 吹哨 老头上次就耳朵沉了 听不见 非得吹哨 打屋里出来了 是 我这汤着料呢这是 这怎么还是里边的饭 腿脚不利 往这一坐 摆上他那个 御用的碗筷 御用的 监狱里用那份 对 带出来的 监狱里用的东西 拿着俩桶给他送饭 一桶米饭 一桶菜 全是监狱里的设置 客气啊 谢谢政府 还没醒呢这是 哎呀 很幸福 很可爱的一个老爷子 就糊涂了 但是上年纪了 他这个 他跟我也聊天 他说现在胃口不醒 那是老病根了 自打35岁那年之后 胃口老觉得有问题 是 打隔还算味呢 是 所以说你说正经的炒八个菜 吃不了什么 我说那您怎么办 他说我也不能让自己闲着 那怎么办 越不吃越坏 要吃 还是要吃 但吃呢 整鱼整肉不行了 小吃我要吃的精致一些 你才开始讲究人 他说讲究 小吃吃什么呢 他爱吃 他说我要吃点粗粮 比如说土豆啊 山药红薯这类的东西 粗粮对身体好 好 买那个最好的红薯 红薯地瓜白薯 山芋都是一样 名字不一样 老初爱吃这个 但是有要求 什么要求 不能蒸 不能烤 不能炸 那他得熟了 在外边找一个爆米花的来 摇的那种 特意跑河北省农村找这么一个 整块红薯塞在那里边去 摇 拉着风向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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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熟了一踩 爆红薯 那红薯稀烂稀烂的 是啊 好的 墙上地上脸上 都是 这个坐到厕所崩的吗这是 院子里头 老头只点江山这样啊 还江山呢 爱看 好 好 这脸上都是 好 好点 没脏没净 爱看 爱看 千尔给我买榴莲去 什么意思啊 我吃榴莲 还得吃点水果 千尔说不用买 咱家冰箱就有 不行 胃口不行 我当年在狗部里吃蒜吃坏 就别提这个 要吃热榴莲 热榴莲怎么吃 拿微波炉给我打一下 微波炉打榴莲呢 他们都说微波炉打完的榴莲是栗子味的 打完一闻呢 栗子味的 屎味 对 那是文味的 刚才那是看型的 那是 大村吃的热榴莲 看着墙上这些个西红薯 哎呀 高兴 那想起什么来了一会儿 我还有吃好吃的 还吃什么 我在网上电视上看浙江东阳人吃那个 童子尿煮鸡蛋 有吃这个的吗 横店 拍戏横店 那个地儿叫东阳 浙江 很小众啊 是 每年春天童子尿煮鸡蛋 童子尿 吃完之后 人家说这一下天不中暑 那人家有个讲究 北方没这么吃呢 他父亲说 我就要吃童子尿煮鸡蛋 怎么也得尝尝 前说这个怎么弄啊 哪有这么些童子啊 就没小孩啊 老头乐了 谁年轻的时候不是童子啊 对 没听说过 年轻的时候像话吗 把我的老哥哥们都请来吧 哎呦 要干嘛呀 他爸爸八十了 他那老哥哥们是吧 都小九十了 就是啊 八十来岁九十来岁吧 轮椅推着 拿担架 各式各样的扔来吧 好 就为这泡尿啊 来一桶 哥几个尿起来吧 哎对 就别叫号了 尿了三天才凑了半桶 怎么那么慢呢 各个前列线有问题 嗨 先治病去呢 尿了半桶 半桶之后 拿剃布先过滤 干嘛呀 都是石头 哎呀 他带着节食来的 哎呀 来一大锅 盛上童子尿啊 老童子尿 别提这个 哎 把那鸡蛋鸽子里边煮 哎呀 这玩意要一煮开了 哎呀 就这个院待不了人了 那是 比榴莲厉害了 那是 啊 爸爸嚼着榴莲 看着墙上的红薯 好家伙 瞪着这锅童子尿煮鸡蛋 哎呀 这连屎带尿一块上 哎呀 太幸福了 就这个呀 幸福一会儿就开了 还开了 好热骚热骚的 哎呀 千儿是个大笑子 啊 我呢 给他爸爸包啊 哦 哎呀 都呛的啊 不不这一热 都呛废管子 谢谢 给您吃这 老抽开心的 是吗 这手热榴莲 这手这铜骨鸟 哎呦 高兴 哎 千儿 嗯 你来俩吃吧 哇 千儿吓坏了 您饶了我吧 对了 鸡蛋呢 我是一个都吃不了 是 我喝口摊吧 哎 这 谢谢